《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我身邊吳杜夫師傅 上次你來的時候 一台就是Bang 二台 今次你也 上次好像都不是這樣 外面是嗎 沒有那麼漂亮 外面是超市 上次應該是還未去裝修 今天找吳杜夫來 當然 現在是二四年了 最近又說 恆子好一點 樓市又說 升上一些 好像又有些趨勢 又一般 究竟 又可不可以看看 在隔離香港 這半年 一年 其實我們大家都緊張 是甚麼情況呢 今年的《立孫八字》是一般的 其實今年我們都講過 《立孫八字》是這樣 本身來講 甲神年 秉仁月 就冒蜀月 就更新時 《立孫八字》本身來講 就人身衝 和神術衝 地之一四柱 本身來講 都啤一地衝 其實就是很動盪 很亂的時候 我們《立孫八字》就不只是講香港 所有華人地區 都包括你 尤其是中國大陸 譬如你 溫哥華 多不多 很多華人 又包不包呢 重點在我們中國大陸 OK 重點在中國大陸 即是在這邊 也是 沒錯 都是這邊的 即是東亞這邊 沒錯 但是 我們都要兼顧到 《立孫八字》本身來講 全世界的氣候都可以看到的 某些情況 尤其是某些月份 譬如他因為神出聰 所以過去的三月 即是我們講的農曆 三月 或者接下來的七月 農曆七月 還有九月 蒸月 即是這些月份 即是清明 鬼節 重養 那些月份 嗯 即是這些月份 是 會差點 怎樣差呢 因為我們衝 所以說天災人禍多 尤其是要這樣衝 土就動盪 所以容易有地震 塌漏 這些東西 即是清明 重養 如蘭節那些 是的 即是那一段時間 沒錯 全世界都是的 未必一定是中國的 未必一定是香港 即是這些情況 我們要小心一點 你說樓市 或者是會不會差呢 其實是說樓市不是這麼看好的 因為它動盪 所以土就不穩定 土一定要穩定 土是不是主要是樓 這些 沒錯 即是地產 樓市 關於土 但是因為它今年形勢 土 樓市的元素就是極為不穩定 嗯 因為沖的形勢很重要 所以說 樓市也不好 樓價值也不好 所以樓市突然下跌得很厲害 是 那樓家上次呢 我也想說回 上次你幫方哥起樓盤 馬上去算一下 那時候從來我沒試過 譬如找塔羅牌的很多 都說你會短時間 三個之內 你會有女朋友 那時候他從來沒有過 結果他真的 所以我上次說 方哥聽到都說 即是比直樹局他沒有事 是 多謝 多謝 如果我們說 香港 除了大洗紅堆樓 那些樓之外 還有沒有一些 未來一年半年 我們要注意一下呢 他除了樓 因為他天黑地衝 這個形勢 這裏是主戰爭的 主戰的 就算打不成也好 即是他 即是這個戰爭的陰霾也很厲害 或者因為戰爭而影響到經濟 有很多決策 而且突然之間那些決策 會在180度改變 會有很大的變動 180度改變 是啊 即是很簡單 何謂180度改變呢 即是本身清零政策都會 是呀是呀 清零政策 突然會取消 取消 對 這個情況 會再出現 嗯 也是 聽回 好像就是說 大陸的樓市政策都是改變的 嗯 半年裏面好像有八次改變 嗯 推出八次的政策的改變 嗯 都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 那這些都會 不斷發生 嗯 不斷發生 因為下半年都是比較有動盪的 OK 下半年都是動盪的 那譬如之前說什麼 那三年又成立 然後現在又是一些 譬如去禁過零 那些都算不算 都是一些政策的舉動盪 那些 我們呢 這裡呢 我們要講回 香港回歸八字 嗯 這個八字怎麼來呢 就是我們香港97年的時候 嗯 那一天 即7月1日 凌晨時候 排了八字出來 這個就是香港回歸之後的八字 嗯 我們去看 香港回歸八字呢 本身來講 今年甲晨年呢 就是他八字的日處 甲晨 那這樣甲晨 馮甲晨呢 其實來講 就是神神自刑的 今年來講 就是一般的 嗯 而他呢 甲晨年 今年二零二四年 甲晨年呢 就叫做太歲 嗯 太歲是代表了呢 天子代表了是政府 嗯 而他跟香港回歸的日處呢 是重複了呢 嗯 就算是等於天子家臨了 即是說 天子是很關注這個地方 OK 天子就是 上邊 是的 北方 很關注這個地方 嗯 喂 老闆很關注你 不是一件 未必一定是好事 即是等於 譬如 媽媽很擔心兒子 一定他可能健康 或者學業 出現了一些問題 是否類似是這樣呢 你 你碰的 我不懂他擔心你 沒錯 其實有個很大玄機 因為呢 這個整個八字呢 整個八字呢 其實這個格局呢 就叫做相關格 嗯 即是說香港回歸八字呢 其實是相關格 相關是代表了什麼呢 相關是代表了呢 是一個改革自由開放的地方 嗯 的性情來的 其實香港是極端需要的 它的情向是相關 所以相關就是代表了自由啊 不要那麼多管束啊 不要那麼多政治管束啊 這樣的 香港 這樣才會好 這樣才三眼 但是如果反其道而行 會不會有些握運呢 喏 它暗伏著一個玄機呢 就是紫五充 紫五充 紫呢 是代表北方 這點水 紫水呢 本身來說呢 就是克制住 我們香港這個格局的 這個相關 這個格局 紫水克制住它 而今年呢 在甲十年呢 紫神合了水局 所以呢 北方的水的力量呢 突然之間呢 很大力量 嗯 就克制住香港的過性 嗯 克制住它的性格 嗯 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香港今年的運 當然是沒有了 嘩 那如果我們家 即是我們自己 可以有些甚麼 香港人自己 個體可以有甚麼注意一下 即是不要受 太受大家局的影響呢 喏 現在呢 就剛剛九雲了 現在就剛剛九雲了 而我們香港 我們知道呢 本身是說火呢 是我們的精神呈向來的 嗯 所以在家裡呢 我們一定要加一些燈光 千萬不要在家裡 就是烏燈黑火 嗯 明白嗎 嗯 或者有些很暗的地方 陽光動不了的 我們要加一些燈 嗯 加一些長明燈 或者加一些燈光 強一些 這樣呢 家運都會好些 嗯 家運又好些 而我們喜歡養草物的 也是適宜的 養一些貓啊 狗啊 或者是雀鳥都好 嗯 因為這些呢 都可以克制住 就是因為香港現在 很多蛇局的風水影響 OK 周圍都好像有很多蛇的建築物 嗯 形象的東西 其實就不是那麼好 那我們呢 也是適宜的 有些火的東西 譬如說貓啊 貓也代表老虎 嗯 人五爺合 嗯 嗯 五室 狗也是可以製住的 嗯 但是來講 從來呢 貓呢 對蛇呢 黑聲來 嗯 所以養貓好些 嗯 嗯 那些人經常說狗運 狗運來近二十年 都未必好 是不是真的 是這樣看的呢 我看就會好 因為狗本身來講 代表文明之象 嗯 因為火嘛 狗之離火 代表文明之象 這樣呢 亦是代表自由 嗯 讀書的 嗯 即是說到時呢 即狗運來講 應該是一些讀書人 去主政啊 去主事的 但如果不是就 如果不是就不合乎狗運 哦 即是狗運來講呢 亦是沒有讀過書那些 亦是受克制 哦 OK 即是文人 讀書人會抬頭那樣 嗯 哇 那都即是 即是起碼好消息 是的 聽不聽到啊 起碼好消息 但暫時好像未來的好消息 比心記錄書 差不多了 那吳師傅 我上次你也講過了 即是你也是學茅山 那些人經常聽到 小時候是茅山熟茅山熟 茅山熟 茅山是甚麼來的呢 茅山的分枝很多 即是以前師傅教 就說茅山其實有一百零八家 其實我相信不止的 即是流傳下來說有一百零八家 但你說要數一百零八家 我就數不出了 因為我師傅數不出 是 我們知道我們自己 起碼自己去傳承 即是我們所謂學神功 我們一定要去傳承 傳承何來傳承呢 即是我們起碼讀咒表的時候 我們起碼幾代傳承 即是我們葉法蓮師傅傳下去 張房老師公 老師公傳下去 雷法蓬師傅 雷法蓬師傅 雷法蓬師傅傳給我 吳貝夫 吳貝夫再傳下去 即是我們讀咒表這樣 一直傳承 起碼有幾代 是嗎 會這樣讀下去 讀咒表也是要有傳教資格才讀咒表 傳教的資格 是的 即是起碼到五代 有傳教的資格 才讀咒表 我們彈 會這樣做 未有資格 我們咒表都不能碰 不能看 但我們每次起彈都要讀 所以就叫傳承 我們自己在學些什麼 我們都已經知道 我們就是上茅山真心教 而茅山我們基本說 上中下茅 上茅本身來說 我們修煉是一個金身 即是銅身 我們可以請神 請神顯法 有符法 去這樣做 中茅山就好像諸葛亮 排兵暴陣 排兵暴陣 即奇門遁甲好像有暴陣 現代會用在什麼身上 其實現代都可以用 只不過是一個暴陣的方法 你求姻緣也可以 或者你化官非也可以 其實做法不同 但是比較少些人用的 中茅山 即是比較少些人的 入這個門派 上茅山比較多 下茅山都很出名 很多人都聽過 下茅 下茅呢 多數是請地神 下地神 都是正神 你不要以為 又說下地神 陰神 好像不是 正派不是 地神都是神 即即是黑白無常 都是正神 是 黑白無常都是正神 即是他們下茅山 比較用地神 他們多數都是用一些同身 他們請的神 就是一些地界的菩薩 但是戴童小儀都是 戚乎寫法 都是我們這樣做 上中下茅 都有很多加措的 六人都是 但是現在我們統稱 大家都叫做老君法 老君法 為什麼呢 在我們茅山也好 慕琳也好 原來最大的菩薩 最大的菩薩 就是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 皇大德在太上老君之下 一氣化三清 即道德典尊 倫布典尊 沒錯 是 原則典尊 三尊 其實是一氣化三清 所以道德天尊 本身是太上老君 下面四帝才是玉帝 因為其中一帝 所以一般人 看電視看電影 就以為要皇大帝最大的 其實不是的 我們學過茅山 神功就知道 原來太上老君是最大的 但是有沒有說 要有不同級數的神 是要去到什麼級數 才能找到什麼級數的神 例如我們教學生 求同身 我們本身來說 首先我們要通神 我們要有神的模樣才行 即有神的形象 如果內心裡面完全沒有神的形象 你是通不到神 即等於有些人會對著神像 關帝也好 觀音也好 或者王大仙也可以 或者齊天大聖也可以 你有一個形象 有一個神的形象 你才可以求 但有些人會覺得 會不會這些叫做 心理同 會不會有心理作用 即是 我想著 想得多 會不會胡思亂想 就好像幻想自己 是上了身 但又未必真是 我們所講的求同身 其實不是 三花罪頂 原是患 腳踏騰雲 亦非真 有時有真有假 如果你的內心 你是完全沒有這個菩薩存在的話 你是求不到他上你身 你請不到他 正所謂 所以千萬不要怕 會不會是自己胡思亂想 當你去到某個境界 你有一種神的力量降出你身 你就知道自己不是打 你就知道自己不是打 我們同身有所謂 有些身同求出來 我們可以叫做明同 那種明同就是 上了身 你會像菩薩那樣顯法的 菩薩那樣顯法的 會動 會耍功夫 一起煙大聖 又像猴子一樣 這種人家看到 叫做明同一體一知 還有我們有同碳 即是我們同碳 呼吸比較好急速 這樣 但是 我們當神功功力高的時候 我們閒談談談 和人們算命 或者看風水 有時候祖師爺上身 對方是不知的 這種階段就叫做暗同 功力高 功力高 就會變成暗同 即是說 我跟你說的時候 算命的時候 可能我有菩薩上了身 菩薩指示 有些這樣的事情 告訴你 可能菩薩的意思 借助到同身 但是對方是不知的 因為暗同 上了身你都不知 但是有些時候 不是說我們要上身就上身 有些時候 老師公覺得上身幫到你 那就會上身 除非我們 有些時候我們去看風水 習慣的 就是我們去到那間屋的樓下 我們就已經念暗同咒 即是請定老師公上身 那你有神不上身 你上去 如果那間屋是有鬼的 或者那間屋是不乾淨的 那你也有個菩薩在身 但有沒有一些驅軌的經歷 太多了 當然有 驅軌的經歷當然有很多 即是我們 有時候有很多人 跟到學神功 即是可能他都是懂風水的 或者算命的 為何會學神功呢 嗯 一來就說 有時候去到有些屋 很奇怪的 如果他沒有神功底 沒有化在身 他的邏間不停轉 不停轉 古靈精怪很多東西 嗯 有很多情況 即是有些在那裡玩味 沒錯 是 有些簡直是 惡到那些燈又閃 又成的 嗯 又或者已經上身了 即有些人家裡是有問題 才找風水師 但是那些人以為 所有風水師懂得捉鬼 嗯 你明白嗎 即是看電影 看林正經 九叔 看風水應該又懂得捉殭屍 又懂得捉鬼 又懂得算命 又能打得的 厚法 以為是這樣 其實不是的 有很多風水師是不懂的 嗯 但有沒有 即是一兩單的經歷 是特別深刻的 即是居鬼的 或者是上去很多那些 古力精怪的東西 有 那麼就 在香港那邊 有一間銀行 總行不開名 找個兩線看風水 嗯 那麼就 因為某些地方 某些地方 某些地方 就會找一些師父看的 嗯 當然啦 整個大行 都可能會有找師父的 嗯 但是有一些部門 我去看了兩次 第三次去找我 又是說 師父 約你 星期六 下午你上我的部門 看看吧 嗯 那我就說好 那我去到呢 我就習慣了 就在他門口 就覆下那個羅庚 嗯 覆下羅庚 有沒有壞呀 准不准啊 這樣嘛 是啊 覆下羅庚 突然之間呢 他的女秘書和鬼頭啊 和二十多人下來 嗯 那我心想 那麽大陣仗呢 平時應該是一個女秘書 或者兩個職員 這樣帶我上去 嗯 那突然之間 怎麽會有那麽大陣仗呢 又鬼頭又成 那我就說 不要緊啦 那我上去 那我拿羅庚去看 三層的 嗯 那我看 法國呢 那些羅庚很古怪 嗯 明明向著海那邊 是向北的 怎料羅庚是向南的 嗯 完全是180度的 嗯 完全是有問題 那我就覺得奇怪 那我後來就問 就問老闆 會不會附近是有些 基樓啊 或者是一些特別 就是很多儀器 那些都可能會有磁場的 是 他就說沒有 那便奇怪 那我就 照他走呢 走到一個 他因為向海那邊 第一個辦公室呢 就向海 貼著向海 那我就覺得 但因為那時呢 他是十二點找我上去的 下午 下午十二點 是 其實這個也奇怪 為什麽呢 通常來說是一點後 嗯 之前兩次找我看風水 都是一點後 我上班了 嗯 星期六 但是他說不要緊 我約你十二點靜 那就好 上面上去已經沒有職員 嗯 嗯 熄了燈 但是我看到頭房呢 坐著一個人在那裏 嗯 有個鬼佬坐在那裏 家? 我就說咦 有個鬼佬坐在那裏 我問他 為什麽還會有一個人在那裏 立即面子都青了 所有人 因為那時呢 因為那時呢 我就還未用iPhone 我就還未用iPhone 我就跟他們講 我就說 這個羅庚的顯示呢 向海那邊呢 就是藍來的 但是其實應該是北的 嗯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還有說呢 我見到有人坐在那裏 就是鬼佬來的 嗯 但是沒有人見到 只是我見到的 嗯 那就知道發生什麽事了 後來一個女秘書 就拿了一個iPhone出來 iPhone有指南針的 嗯 立即就跟我對 嗯 在那個羅庚的旁邊 他的iPhone呢 就指的是北的 嗯 向著北的 但是我的羅庚指著藍 嗯 嗯 你明白嗎 那情況是這樣的 我就說 喂 這樣不對勁 我說 今次來找我 不只是看風水 會不會是 有什麽問題 接著呢 就撤退了 就 下兩層 去到餐廳這樣跟我說 就說原來呢 那裏呢 我說見到鬼佬那裏呢 就是有個主管呢 心在命死了 噢 但是整天出現 你明白嗎 整天出現 哦 這個是不是因為 即是都專家選 還沒下班時間 等他會在那裏 等你見到呢 不知道 但是他們可能覺得 中午時間呢 陽火最盛 哦 你明白嗎 所以就說 遣散那些員工早點走 嗯 就叫我上去看 是這樣的 但是陽火最盛 都見到嗎 沒錯 我有拍片的 但是你知道 那麽大機構 當然不會出 但是我有的 這個情況 是 就是 拍到好像有人在那裏 整個情況 我有拍片 但是當然不會出 什麼行都不會說 是吧 就是這個情況 那有沒有提點下 他們要注意些什麼呢 後來我說 不是風水那麽簡單 簡直是要做些法事的 送他走 是 是 即是他可能 他不知道自己走了 好 整天就在那裏出現 嗯 但是有沒有懷孝哥 就是 就是陽鬼子的鬼 做些法事 有沒有不同 都沒有 都沒有 不關語言的事 其實不關語言的事 到他做了鬼的時候 我們可以偷通到 我們用路去偷通 我們用電話去偷通 不是用語言去偷通 OK 那說回茅山 請神 都是限於我們認知中華的神 你問得好 西方 希臘 埃及 你問得好好的 這個問題 我有個學生很有趣的 我有個學生 我教他求同身的時候 是個美女來的 二十多歲美女 他竟然請了希臘的菩薩 希臘的神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他 從小到大 他是ABC 鬼妹仔ABC 他就很喜歡希臘神話 所以他內心 對於希臘神話 很了解 很多希臘神話故事 那些神是怎樣 很了解 反而中國的菩薩 就是很了解 他請神的時候 就會請了一個希臘神 他說得出名 我都不記得 滿面無鬍的他說 很多鬍的 周身無的他說 是嗎 男人來的 OK 他說 為什麼這麼有趣 其實呢 可以解釋到的 因為呢 我們所請的能量 就是天地裡的能量 其實是兩種的 一種正 一種邪 所有的精神 就是我們所謂的精神 就是正能量 你明白嗎 現在好像兩個波 兩盞大燈 這邊是正的 這邊是邪的 如果我要請關帝 一次過所有弟子一起請關帝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就是等於這個能量 這裡有十個弟子 發放十次 發放十次 十個人都請關帝 這個關帝的形象是這樣出的 嗯 至於你說功力高那些 上身的時候會快些 嗯 和他保持得久一點 就是菩薩在他身上保持久一點 通常他保持多久 我們保持不太久 我們保持不太久 我們問事 都是一刻的 就是五分鐘內 嗯 不需要保持那麼久 因為我們請神的意思是怎樣 我們請神是行法 是 譬如說我們某些 譬如我們要幫法官非 請某個菩薩 做些事 行法都是在三幾分鐘內 明白嗎 我們學的是做一刻神仙 不是做二十四小時的神仙 是吧 我們是人來的 我們怎麼可以二十四小時都是神仙 又要吃飯又要去廁所 你明白嗎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說邪的能量 負能力是怎樣 譬如說我要請窩的 或者有些人是用邪法的 或者有些人是用邪法的 我們不一樣是用邪的能量 明白嗎 通常用邪的能量很多 是做甚麼多 很難說的 這個世界有正派也有邪派 可能蛇妖 他下來是蛇妖的形象 是未定的 等於神仙 其實來說都是一種正能量 就是看看你用甚麼神的形象 去拿這個能量 你用觀音 你也可以的 就是觀音的形象都很多 嗯 是吧 你好像儒蘭成會大士王 那個鬼王都是觀音來的 是 只不過形象不同 嗯 如果你說我 我 形象 我 求親我都是牽手觀音的 你下來的時候 那個形象就是牽手觀音的形象 嗯 是吧 或者你是白衣觀音的 就是白衣觀音的形象 嗯 嗯 神都很多形象 是吧 你說我心裏面都很喜歡是 復苦樂樂 嗯 下來的時候那個能量就是復苦樂樂 嗯 是精神 嗯 神的能量 有沒有說請神無意信神難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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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鬼就會害你 OK 鬼才會害你 神是不會的 你要保持很久就難了 嗯 你請他一刻 是 但是 你要保持很久就很難 人亦承受不了 嘛 體質 是 是的 那個力量很大 即是有些人 我們以前 復虎羅漢 韓龍羅漢 我們在耍功夫 那些肌肉會膨脹 那些根脈會暴漲 即是請了一陣子 是的 所以打完一陣子 請了一陣子 會虛脫 會虛脫 身體你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太久 會虛脫 所以不會虛脫 但為什麼請鬼會虐你呢 鬼根本是 經常都想拿你的皮 就是拿你的身體 請鬼來做什麼 明知這麼有風險 有些人喜歡請鬼去問事 有些人覺得請鬼 問米不算 已經不算 即是一個正式的家法 有些人覺得 何謂請鬼 譬如說你蝶仙 蝶仙、筆仙 那些就是請鬼 他明知是鬼 但他希望在鬼身上拿好處 等於養鬼仔 為何要養鬼仔 就是他希望在鬼身上拿好處 但會不會喬仙、筆仙、疾鬼上來 都想在你身上拿好處 鬼當然是 和你友親 不是和你友親 是嗎 你以為何太太嗎 即是說回來 也就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請神的時候 是否特別難些 要師父旁邊幫你做什麼 一定的 你說第一次求同 一定是壇前 壇前面仲位仙家 求同一定是神仙、菩薩 那些會上身的 斜令阿妹 但是我們以前 就是屋邨仔 我們很小的屋邨仔 十歲八歲 都是屋邨廚 看到很多哥哥在玩神打 在屋邨畫很有天分 雖然不讀書 但是畫那些菩薩畫得很漂亮 畫佛祖、玉皇大帝、二郎神 齊天大聖都畫在牆身 這樣就對著彪彤 看著他們的 耍功夫、玩刀都會玩到 即是神打 神打 都是求神一種 他們都是這樣求神 但是有時候很多時候都會出事 很多時候會出事 請到那些骯髒的東西 或者請不到一把鬼上身 那時候怎麼辦 做出很多傷害自己的事 跳樓也有 拿把菜刀凍 手指好像鬥角那樣 有 有 以前很多報紙有賣 那時候是七八十年代 會有那些情形 但是我們現在當然不會 我們一定不會是彈到做 就算教弟子 很多時候都說回彈才求堂 除非你家裡有彈 但是你說如果家裡有彈 通常有彈數都高 要不然怎麼會彈在家裡 我們會幫他起彈 有那麼多 求同的經驗 才會這樣做 以前七八十年代有那麼多 以前七八十年代有那麼多 因為有很多同黨 社團 都回彈 最近那套城寨也有 黃九 黃九 過法給他 同身 那個年代很流行 神打神功 什麼時候開始就慢慢 不是那麼多人 再做 你以前學武都一樣很流行 是啊是啊是啊 你很多武館 韓紅十八獎都可以學的 那時候 那些武館 什麼都可以學 韓十八獎都可以學的 竟然 真的有人把牌出來 韓十八獎 有什麼韓十八腿呢 那我就不記得 我只記得了少少 從十八獎都可以學 很流行的 你洪權永春 蔡禮佛 一條街幾間館 一樣 神打館 神功館 以前一樣 都有很多 那你說 喂 現在好像沒有那麼流行 你學武也是一樣 是不是 現在的武館都很少 少了 尿尿 那數 是啊 不要說花家朝 讀時代 是吧 都不知流行什麼 但是反而這年代 是不是人家學風水 年代都還讀多 風水多 風水命理多 你看現在多少出來 出師 對 甚至那些運程書 有很多 還未見多人出 都少了 都少了 因為現在 出本運程書都不便宜 是 就是 你要怎麼說呢 發行那裏又要收了一筆 你只要放OK便利店 他又要收你一筆 入線又要收你一筆費 運程書最高峰時 能買到多少本 跟現在相比 說得很遠 現在因為 為什麼呢 我當你 我當你五大 即是術數師裏面 你是五大 但是一個人 怎會買到五本運程書 你想想 馬來馬去都要投了幾本 你買到頭幾本 就算你不賣 你上網也有 最慘 總要是頭幾個最出名的 都扔上網了 已經沒有 我們賣幾千 很厲害 最高峰時呢 我們 一萬幾千 那現在呢 沒有出很久 我都免費 你這些徒弟 我的徒弟 現在真的還在出書 免費說 免費說 我相信 但是有些行家 做了幾十年行家 都賣了幾百本 嘩 一到這個數 是啊 就算幾十年行家 很出名 有些名字 都賣了幾百本 上一年幾 更加沒有人買 等下 我們是年輕一點的 即是叫做 我們不是實力派 即是叫做偶像派 有些小女粉絲 小孩子都會幫襯一下 一邊看一邊罵 最多 罵什麼呢 不准啊 這麼簡單 那就是這樣 你這十年都真是 如果是就不用 各國和你看八字 是啊 即是會這樣 你想寫成怎樣 是吧 你想寫成怎樣 有些師傅 計來計來計來計 只有一句說話 只有一句 只有一句 那怎麼寫一句 整段 就是 他整年就說 你今年想想想 又似好非好 又似鹹非甜 這樣 一句 一字記之養什麼 你自己猜 這樣意思 有什麼意思呢 有些人說 准到神仙 一字記得吃飯 是 哇 神仙 一字記得吃飯 是的 真的要吃飯 是不是 很難的 十二生肖 十二種人 你想怎樣准化 是啊 是吧 所以我寫著寫著都沒有什麼味道 都不寫著寫 免費 每個年拍片 任看 嗯 更好 現在的渠道不同了 有些人不喜歡看片 是的 還要我拿著這本書嗎 不用錢 同那些周刊 即是比較東周 二人一周 那些 拍完片 上去看更好 嗯 不用錢 一見各個都是這樣 今天都好多謝阿吳師傅 是吧 又再再上來 大家都 記住 初初 頭十分鐘 講講講 香港 世界各小 很多觀眾 在那裡 出門訓 即是一個茅山 請神 甚至是 驅鬼 大家都很難對付 好 多謝師傅 上來 下次有機會 我們再聊 有時我都見到你 和阿齒博 一起做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師傅 每個星期都做Live 星期二的凌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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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在龍子博的頻道 都會見到你 是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師傅 或其他頻道的曝光 沒錯 多謝師傅 多謝 拜拜 拜拜